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令人难以想象 但就在11月22号 数百万加沙人迎来短暂的喘息空间 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宣布 双方达成一份暂时围期四天的临时停火协议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那么此次协议能否为地区局势的稳定 带来一线希望呢 冲突暂停 事犯荣誌 发映冲突一个半月后 终于出现了降温的迹象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和以色列的临时停火协议 于11月24号上午7时正式生效 停火为期四天 该协议内容包括 哈马斯将在四天内释放50名人质 在此期间将暂停冲突 并且哈马斯每多释放10人 休战时间将增加一天 同时允许更多的燃料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运抵加沙 这是巴以冲突爆发40多天后 双方首次实现大规模停火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临时停火协议是个好消息 是个值得欢迎的阶段性成果 并为延长甚至持久停火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际社会关注本文巴以冲突升级 一直在为和平寻找机会 双方之间在释放人质的问题上 能够形成一个短期的协议 实现短期的停火 即使停火之后继续打 那么至少给了和平一个机会 目前乙军在加沙的地面行动 即将进入下一阶段 为何在这节骨眼上 达成了人质换停火的协议呢 18号 包括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家属 在内的数千名示威者 游行进入耶路撒冷 向内塔尼亚湖及其政府施压 呼吁以色列政府 采取更多措施解救人质 将他们的亲人带回家 此外 本轮冲突使得以色列的经济 也遭到了重创 根据以色列央行的数据 以色列每周损失达到6亿美元 以色列货币也在贬值 失业率上升 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 让内塔尼亚湖面临更大的问责压力 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呼吁他下台 在国际舆论场 以色列面临的压力更加巨大 从玻利维亚与以色列断交 到南非多个党派 提出同以色列暂停外交关系的提案 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 调查该国的战争罪行 乃至阿拉伯 伊斯兰国家代表团的联合外访 巴以问题的主导权 也不再绝对优势地 掌握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手里 再加上美国在国内外 受到谴责的声音越来越多 拜登政府近期也持续施压以色列 要求暂时停战 这些都让内塔尼亚湖内阁压力突增 难事重负 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间 以色列实际上是他要打两场仗 一场仗就是所谓的地面进攻 对哈马斯的这样一场军事仗 同时他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他要有一场政治和外交仗 政治外交仗中间 包括他要打一场舆论战 这一场仗决定他军事仗 能不能够顺利进行 有任何军事行动 如果你不顾及平民的这个安全 你是没有政治上的这种合理性的 在停火协议公布前夕 16号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视察了以色列南部部队 我们完成了对整个加沙城西部的 接管和清理工作 下一阶段已经开始 有分析称 以色列同意停火 某种程度上也是想利用这段时间 进行战场修整 包括补充军事设施 进行人员调整等 为下一步继续向南的军事行动 做好准备 未来南加沙一旦发生地面战争 如果地面战争打得越厉害 人可能能救回来的可能性就很小 所以如果停火协议 可以让以色列解救更多的人质 也符合以色列当前的军事战略利益 16号 以色列军队向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汉尤尼斯以东的区域空投传单 攻速当地民众撤离 19号夜间 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城 和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等地 开展空袭和炮击 造成数十人伤亡 以色列强调 停火只是暂时的 以色列此次战争的目标 并没有因为此协议 发生丝毫的变化 我 pricingeted kan Process 我认为允许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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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保持它 一直引起 全て散意 着我们 用每日子 要改善 се 安 把荒变 接下来 院2 好 加沙北部的交战情况来看的话 实际上以军击杀哈马斯的有声力量 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这些人哪儿去了 长期已经封锁了这个加沙 所以极大的可能性 一部分是原来它就在加沙南部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在发起 北部的地面进攻之后 它转移到了南部 所以真正的决战性的 或者说最终决定这场战争的情况 可能觉得加沙的难过 目前加沙南部有着200万左右的人口 他们已经无处可逃 随着决战开始 战争的激烈程度可能进一步上升 平民伤亡数字也可能大幅增加 这将极大的刺激国际社会 尤其是周边阿拉伯国家人民的神经 随时可能会引爆 中东地区的矛盾和冲突 让人不禁担忧 这个地区会再次陷入 动荡与混乱的深渊 11月19号 野门胡塞武装表示 成功扣留了一艘以色列船只 胡塞武装部队的海军 在红海上展开军事行动 扣押了一艘以色列的船只 并将其带到了野门海岸 该组织公布的视频显示 武装人员先是乘坐直升机 登上船只甲板 然后持枪迅速控制船只驾驶室 同时在背后船只周围 还围绕着数艘快艇 艇上都有武装人员 遭到扣押的货船名为银河领袖号 船上有至少20多名船员 事发时正从土耳其驶向印度 据耶路撒冷游报报道 这艘悬挂巴哈马国旗的船只 在一家英国公司注册 该公司的部分股份 由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翁加尔所拥有 被出租给了一家日本公司 苏伊是运河 红海是国际航运要道 此次事件也让外界担忧 未来8亿冲突 是否会导致该地区航运出现中断 他们现在可能会扣押几名以色列人质 这就是这种情况非常危险的地方 迄今为止 大规模战争没有在中东地区爆发 但是胡塞武装的这种做法 很容易就能做到 战火不止在一处燃起 11月2号 黎巴嫩真主党宣称 当天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地区的一处阵地 现场视频画面被罕见爆出 可以看到阵地被大面积摧毁 受损严重 黎巴嫩真主党称 使用了四枚导弹 打击这处乙军阵地 自本轮巴以冲突以来 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冲突 且冲突的范围和强度 正在不断增大 在严格管控下 离以大部分边境城市 几乎成为空城 在离方一侧 一开始受到波及的范围 仅限于距离边界线 几十米的一些村镇 但是目前到五公里 十公里的村镇 基本上已经是很少能见到人烟了 11月23号 班导电视台报道称 黎巴嫩真主党不参与哈马斯 和以色列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 并表示 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 或加沙地带 采取导致事态升级的行动 黎巴嫩真主党将会做出回应 国际舆论担心 黎巴嫩与以色列一直以来 被限制在边境地区的冲突 可能面临升级扩大 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加沙地面上的战争 进一步升级了 黎巴嫩真主党的压力就会很大 第一就是在意识形态上 他跟哈马斯都是反以色列 反美国的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考虑 最近一段时期 以色列越来越多的军队 和以色列政治人物出来说 真主党的问题也必须解决 如果他们在消灭了哈马斯之后 也有可能掉过头来 再解决真主党的问题 如果真主党先信 这是以色列的未来战略 那么他一定会自己选择一个时间 对他时机最好的时候 他要出手 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不仅对以色列 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援助 还派遣航母打击群 与两栖戒备大队坐镇地中海 美国的做法激起了叙利亚 和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报复 导致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 频频遇袭 11月21号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 自10月17号以来 部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 和国际反恐联盟 已经66次成为火箭弹 和无人机袭击的目标 这些袭击共造成 约62名美国人员受伤 随着多个地区武装力量的加入 八亿冲突外溢的阴影笼罩在周边国家的上风 现在还没有一支力量说 为了挽救哈马斯 为了支持哈马斯 愿意把自己的身家姓名都搭进去 所以现在大家还都是有限度的支持 有限度的介入 除了加沙之外 其他地区还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但是未来就是冲突的时间越长 冲突的规模越大 外溢的风险越大 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 哈马斯 曾祖党 野门 胡塞 伊朗和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力量 这些组织它是处在中东 是属于一个阵营的 叫抵抗轴型 那么对于抵抗轴型的力量来说 它绝对不会看着哈马斯 被以色列消灭 它没有任何举动 所以地面上跟哈马斯的战争规模越大 那么这些组织被迫出手的压力 也就越到 作为抵抗轴型核心成员的伊朗 自巴以冲突爆发之际 便向以色列发出警告 称不希望战争蔓延 同时不遗余力地声援哈马斯 据英国金融时报11月17号报道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透露 德黑兰已通过秘密渠道告知美国 伊朗不希望巴以冲突 进一步升级扩大 但也警告华盛顿 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加沙 地区冲突升级可能不可避免 而在此前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就曾清楚表明过伊朗的态度 伊朗无意制造地区紧张局势 自加沙危机开始以来 我们在地区和国际层面 外交努力的重点就是 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 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行 防止战争扩大 随着巴以冲突外溢风险的进一步增大 与以色列接壤的埃及和约旦也被迫严阵以待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埃及边境城市不止一次遭受意外袭击 而这还不是最令埃及头疼的事情 10月底以色列媒体披露一份内部文件 其中建议以色列政府完成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后 将当地民众牵制埃及西奈半岛 针对以色列这一方案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 10月31号现身西奈半岛北部表示抗议 声称埃及不会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 来解决地区问题 为了西奈半岛的每一粒沙子 我们埃及人已经准备好 牺牲数百万生命 没有人可以接近它 为什么埃及是坚决反对呢 因为这个事情是切身地涉及到埃及的利益 第一个就是如果让难民大规模地 跑到西奈半岛 就埃及在经济上承受不了 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它也受不了 本来西奈半岛就一直有恐怖组织 一直有游击队 一直有政治伊斯兰势力 来对抗埃及的中央政府 所以未来如果大规模的 大规模的加沙的难民去了 那肯定是会让埃及的政治形势 反恐的形势进一步严峻了 这是埃及政府不愿意答应的 在难民问题上 约旦与埃及态度一致 为防范风险化解难题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近期开启穿梭外交 从10月31号起 先后访问海湾三国 阿联酋 巴林和卡塔尔 11月6号和7号 又分别前往北约 欧盟 急切呼吁立即停火 并向加沙地带提供紧急 人道主义援助 10月21号 约旦首相比歇尔·哈苏奈表示 约旦军队已经加强了 约以边境的部署 他警告 强迫巴勒斯坦人 跨过约旦河 将对约旦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这是约旦不可接受的红线 约旦将不惜动用任何手段 加以阻止 约旦的问题就更复杂了 约旦现在有200多万的 巴勒斯坦人 是整个中东地区 接受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 这对约旦国内的稳定 国内的民意影响也很大 同时约旦又是跟 以色列边境线最残的国家 就是一旦 约旦和西岸发生什么大的动荡 那么这些难民就 只有一个地方可跑 就是往约旦跑 所以约旦确实是 在这次冲突的过程中 约旦的压力很大 如果说埃及约旦被牵连 是城门失火殃及之鱼 那么约旦和西岸 则可以说是身处冲突的 暴风眼之中 11月7号以来 以色列军队多次在约旦和西岸城市 展开搜捕行动 并使用无人机轰炸该地区建筑和设施 11月19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 在约旦和西岸的 捷宁难民营和巴拉塔难民营 分别进行了旅机单位的 重大袭击行动 巴拉斯坦卫生部21号发表声明称 自本次巴以冲突发生以来 约旦和西岸已有218人死亡 2850多人受伤 超过去年全年死亡人数 现在 以色列定居者因为战争的存在 而变得更加大的 他们的暴力更加严重 更加致命 约旦和西岸升级的风险 要远远高于野蒙 或者黎巴嫩跟以色列升级的可能性 因为约旦和西岸跟加沙 都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冲突实际上 不仅仅是涉及到加沙的哈马斯 那么也涉及到约旦和西岸的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约旦和西岸没有成建制的 像哈马斯这样的军队 但是约旦和西岸 今年也出现了一些 零星的武装组织 它也袭击以色列的军警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普通老百姓 和以色列军警的冲突 那么还有就是政府之间的 就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和以色列军警之间的冲突 它不会像那个哈马斯 和珍珠坦一样 说是一支军队 和另外一支军队之间的冲突 它也会很大程度上 牵制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尽管目前巴勒双方 实现了短暂停火 但是这场冲突的各种冲击波 仍在中东地区延续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所警告的 冲突正在将整个中东地区 推向深渊的边缘 巴易冲突的外溢效应正在显现 那么巴易冲突带来的震荡波 又将给矛盾本来就盘根错节的中东 带来什么影响呢 近年来巴易冲突的反复爆发 也使得土耳关系屡次跌入谷底 土耳其与以色列同样作为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 历史上曾有过一段蜜月期 土耳其甚至曾作为以色列 与阿拉伯国家的中间人 对巴易问题进行调停 然而巴易问题击中难返 在调解的过程中 土耳其逐渐转为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 土耳其对哈马斯的真持 最终迎来了以色列的报复 2010年 以色列武力拦截了 死网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救援船 蓝色马尔玛拉号 造成食人丧生 以方的这一行动 立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土耳其也召回驻以色列大使 并要求以色列道歉并赔偿损失 两国因此而直至2016年6月 才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 并重新互派大使 土耳其的人被打死了几个了 然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关系一下子就冷下来了 就从那之后 就是每一次加沙村土 土耳其都要跟以色列人斗一斗 那么他斗的原因 一个就是他国内执政党 他的本身他就是一个伊斯兰政党 他要突出他的伊斯兰属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在全球涉及到伊斯兰的问题上 土耳其一贯是充得比较钱的 那么这次也是 这是在谴责以色列和支持哈马斯的问题上 伊朗是最靠钱的 然后其次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不但多次在公开场合猛烈抨击以色列 还召回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 另外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前议员库伦克 该党律师比林奇和贝基罗格鲁 向国际刑事法庭提起诉讼 要求他们以战争罪 对以色列总理及其内阁成员进行审判 很多地区国家针对以色列 外交方面都在做出反应 土耳其的反应应该说是比较剧烈的 或者是说是在逐渐加码的一个过程 甚至大家判断 是不是会出现再次的断交 这种可能性是极大存在的 11月28号 海湾国家集体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 11月11号 沙特阿拉伯牵头召开了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 巴勒斯坦 叙利亚 卡塔尔 埃及 土耳其 等57个国家元首 参加了当天的特别峰会 伊朗总统莱希乘飞机抵达利亚德 并参加峰会 期间他与沙特王储会面 这也是2012年以来 伊朗总统首次访问沙特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沙特和伊朗 来共同协调加峰问题 它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现在伊朗和沙特 都担心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 战争万一 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稳定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伊朗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所以沙特希望伊朗在这方面能 发挥作用 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 沙特对于美国和伊朗关系的 紧张也很担心 因为美伊关系紧张了 那么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的 一个比较好的盟友 那么沙特很难自身事外 所以现在就出现沙特和伊朗 在频繁的接触和协调 随着中东地区主要力量 阿拉伯国家 土耳其 伊朗 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 停滞不前 以色列似乎陷入了被孤立的状态 这些对以色列来说 当然是一个不小的代价 因为从1948年 以色列建国以来 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一直就孤立和制裁以色列 好不容易到2020年 一下子有四个阿拉伯国家 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所以这对以色列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外交上的成绩 那么今年本来跟沙特正在建交 就一旦沙特跟以色列建交 以色列认为 以色列跟整个阿拉伯世界 甚至全球伊斯兰世界建交的 大门就打开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加沙危机 它现在肯定关系就冷淡下来了 在目前战争的状态下 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 敢跟以色列坐在一张桌子上来 谈论一件事情 如何防止冲突失控 引发新的中东战争 是中东地区乃至世界 急需面对的问题 11月21号晚90许 应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发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 并发表了题为 推动停火止战 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重要讲话 峰会结束后 金砖国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 敦促立即实行持久的人道主义停火 值得注意的是 11月22号凌晨 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分别宣布 达成一份为期四天的停火协议 让人联想到56年前的这一天 也就是1967年的11月22号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42号决议 决议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是提出了两国方案 巴勒斯坦问题不应成为世界 无法愈合的伤口 两国方案的基础不应受到侵蚀 中东和平进程 理应得到各方支持 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的 真正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才能更好实现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 中东地区才可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巴以冲突升级 再次提醒中东地区 对于一些根深蒂固的矛盾 如果以军事行动进行应对的话 只能刺激局势升温 造成更多的复杂性 带来外溢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 对抗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希望通过和解的方式 寻找问题的出路 通过缓和来寻找发展的契机 也希望通过发展 来进一步地实现安全 巴以冲突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很多东西 因为个别国家的反对 联合国安理会就无法采取有力行动 这成为安理会难以逾越的障碍 致使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一块真空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 呼吁应对每一场危机 都需要安理会发出一个强有力 且统一的声音 当前聚焦停火指战 保护平民 避免更大规模人道灾难和冲突外溢 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关注的迫切问题 而如何采取措施 把这轮震荡波的负面效应 减到最小 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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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